中文字幕 李宗盛 羅富泉輸了兩日熱門都無法開齋 這場有一隻熱門在這裡 看看能否搞定 這支熱門就是澳遊舞士 這場都是三班千六米 起步的時候有隻特別慢 那隻獨角獸 換了一班特禮跑的淪祥 前面出得快點 和平波 澳遊舞士在外當都快 中間還有這些仗義期起步都頗快 留意又是王寶妮,首度再略 起步不算很快,跟着前面 魅力之羽,右龙串凤 我当是骑上去独步,天下起步慢了一点 再跟着马升到爱尔龙的第八位 然后马还有情王,在后的独角兽上 风火行运,Mae 3这匹马,临场起飞飞登 Mae 99为尊,包锦尾暂时发财红星 跑了600米,前面全扯开马群,对冲很快 首度再来,上去拍摸骑游武士 减了三个马,立即捉住 见到蔡明侍是和平波 第四位,潘顿的仗义,先捉住 再过几马位,魅力之羽,独步天下 然后爱尔龙在第七位,丹丁一匹 在后面,独角兽,拍着幼龙串凤和情王一齐 在美那三个,狗狗围尊,说这里很小比比 订出外当,还有风火行运,包锦尾仍是发财红星 入直路时,前面放到脱脱 首度再来,带着两个马位 什么,欧游武士呢? 磅背得重点,有点转转线回回起 后面上来,和平波,捉住有 今天骑下去行的 反而后面的仗义,这里空内就不算很厉害 外面上来,还有爱尔龙 百多米的时候,前面的和平波 过了欧游武士,很大机会爆了 后面上来,仗义,回回起之后,冲上来 不过太远了,前面的和平波都到了 第二名,欧游武士,紧紧保住 第三名,仗义,第四名,结果是爱尔龙 本顿这两场马都挺下来的 刚才天天同乐,这场仗义都真是 好像骑得挺亲屎的 这些马都打光了 欧游武士就不幸運了 黄宝尼捉不到的马,有点厚 拉到捕捉快,他就跟了上去 真是,这几场黄宝尼都左右了大局 双重不幸運,要是手术再来,出习很快 走了,好滴滴,他偏偏出习不是很快 那就糟了,出习不快,但又捉不到 回来也有问黄宝尼,这里是否可以定在梁家俊开店 挺明显是捉不到的 他就说抢口捉不到,还有发出呼吸声 你所说,如果起步顺利,跟着他走就没事了 我想欧游武士也能赢得 现在就 变成这里走得快了很多 人算不如天算 这里也要捉回一点,梁家俊也知道不行 再捉下去 但是已经走快了很多了,给完顶已经走快了很多 所以这场财明昭就聪了,和平波 一见你们两个,走到这样 那一开始他就在货头,立刻倒下去 倒到在仗义旁边 是,那里也捉不下 但是这些和平波也很棒 上次跑得很一样 都说今季有很多马,跑完一场就变身 你计不了数 手道再留在里面,回来散开 不知不许是抢得多,回来喘鸣 今天真是大声鼓 也很厉害,因为澳油没事 你想一下,搬顿车轮边也过不了 你看看第二段在开什么时间 看一看分段时间 头段是24秒06,第二段22秒88 接着23秒6,末段23秒74 总时间1分34秒28 头12米开1分15秒54 很快的步速 莫维杰赢了这个和平波 听听他说一下这只马 都是的,你看看他上季跑1600米 他都显示了他有一定的强力 这只马上早上比较冷静一点 好像在做梦 所以特意我这一场 就是做完最后试跑的时候 就加了个肚毛面固给他 效果很好 这马比较中心 他很中心 就是你放松了他 放松了给他 他进到直楼 他会和你去俩的客户 那就是 有幸有不幸 就是罗虎传本来这场 应该都想着他到十拿九 找一些机会开债 因为又没事又不同 天天堂落 天天堂落早上还有一点新的 这只试习是很好的 而且他上季也很准成 他三拱两招 没有失过拖 又不怕十四档 十四档也赢了 升到三班 十四档也赢了 条件齐了 谁知道就是遇着过 这种奇怪的捕捉 他现在都厉害 他都没失敲 他仍然都没失敲 很厉害 但是就不能赚 是呀 你又要等下一次 当然这马 你当然可以长斤 今天这样的捕捉 几个不幸 落在他上 潘顿奇在张尔 直到中段有一两步 可能外面前面有一个闪 他有一两步停过 林宜不过很努力打上来 其实真的打完 都过不了一只傲游武士 风火行云就起飞 四星三有点难度 但是今天也很危险 在那里 没有上过来 没什么走势 他有些树味 神充有些树味 我认为那只马不太好 那个情绪也未很安稳 出来的沙圈就比较急些 试杂就可以了 也算是真跑的 第二件事 爱意隆 逐步逐步跑长一点 这个路程都可以 追得不错 他好像是传媒马 好像是呼吸有问题 也是呼吸有问题 呼吸有问题 呼吸有问题 他有能力 很漂亮的样子 但是他呼吸那里有点担心 这场这么快 暴触 前面的四只马 我想都可以再跟进下去 这场应该是 优胜劣败 好了 那就看了九场赛事 我们很快地看看尾场 第三班 千四米 好了 尾场赛事 洗军力敌的场合 起步的时候 几乘都平排 出得最快 封盛出来了 外档红衣 你父国兄弟 臨场起飞都挺重要的 最外面还有一匹 潘顿 这匹仍然威风 他是热门之一 内档那边 安泰 还看今早 留意中间 查一查 三军勇掌 内档非凡知识 抓住 第六位岛 还有粉红衣 成好运 后一阵的马 贴着蓝 风继续吹 外碟 红白矢衣 安康万里 是大热门 但现在处境 一般地走外碟 在美那队 黄衣一队 是东方、飞影 和幻影船风 转弯 前面 封盛拍着 傅国兄弟 仍然威风 一起放 两个马位 安泰 首于第四位傅国兄弟 三军勇掌查一查 又在碟上来 第五位 安康万里 走出去四碟 非凡知识 运运运运运 运到中游位置 中间还看今早 接着成好运 在美那三只风继续吹 东方飞影 扔出外档 还有幻影船风 入队300米范围 前面的封盛 和仍然威风 还拍着鬥的尾断 傅国兄弟 都谷到上来 内档非凡知识 又运运 安泰就不多了 外面上来是安康万里 最后百多米 前面仍然威风 压过了封盛 这里有少少优势 安康万里冲了一段 又不算很厉害 中间有一把照片 封继续吹 内档非凡知识 第一名 一直挺住 炸对手 仍然威风 第二名封继续吹 第三名非凡知识 第四名仍然是封城 你看看内南那只 紫色眼罩 欺慰心 悲惊了 慢慢看 有什么很忙的 你自己的线在内南 其实为什么不走 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 起码都涉钱一点 他好像想等人来 他就是不想走 慢慢看 但是他赢 赢这个路程的时候 其实他是自己慢走 自己慢走 你没理由比安泰先过你的 这场马哪里跑得这么老 因为如果安泰也先过你 你很大机会前面有多两只 安泰不会大 然后直路就塞车 真的 今天可以赢了 这个第七位 为什么要这样跑 这些真的 今天跑马也很奇怪 这个位置 突然引致到他自己塞车 你看看前面那些什么马 你没理由比安泰先过你 是否带到你上去 安康曼你的祭遇很坏 沿途也走开便塞不到 但是他冲了几步 他没有 他早上我才在现场说 还没有比一货 没有一货 就觉得他漂亮 其实他埋门那一集 也是 没有什么小的 回来不太好 你看看那只白色帽 那只非凡之星 这里没有位 然后仍然威风 仍然没有位 有位他真的拼命骑上来 但是迟的位置 就是拿来搅 看看那些相片很接近 第二名张相片 风继续吹 第三名 塞如一轮非凡之星 第四就是封城 第四封城 放前走加了羊毛面固 慢放 看一分段时间 头段13秒4 第二段21秒75 第三段23秒07 没段23秒81 总时间1分22秒03 廖康明 这场有封城跑第四 看回廖康明今季 如果季内第二次上阵的马匹 很多名次都有个跃进 未来的国庆日 会有三匹上阵马 有两匹赢 看看可不可以打搭赢 因为今季季内 都暂时未有一匹连接马 很多马逢跑完一场的跃进 毛毅杰 那些波罗并波的跃进 很多很多 蔡浩瀚也有很多跃进 说回非凡之星 二三年四月三十五 那一场 由头放到尾 是 这场赛前看 我们都说哪个去放哪个去放 看来没有明显补 说到东方飞映 东方飞映上季飞到千八二千 千四也放不到 那有什么马放呢 就是非凡之星 他可以放的 一档 放这场 没有马走 那当然是好处的 他不放的 其实 董事不会问的 这些 没问的 当然是 前置和带头不问也好些 但现在都可以 但问题 一流到中游 你被安泰迫来 就真的有些问题 浪败了一场 这场赛 有权赢 你看 今天先说了这么多 先让你回去休息一下 佳先生 接下来是国庆赛时日 赛后你怎么看 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